永春拳的核心思路是争取用前臂控制对方 迷惑对方 格挡反击 练过拳击的都知道拳心向内 收手屈肘护头护下巴护两肋 这是所有打击系的基础姿态 而永春起手势 有点介于打击与衰柔的中间 一手前摊一手后缩 你这是明白了吧 永春拳是一个女性拳种 她把自己首先摆在了弱势地位 伸出手来迷惑你 抓我啊 后手缩起来 随时准备攻击对方 但对方速度快 直接抓爆 你该怎么办 这就说到永春三板斧 摊 绑 福 永春拳无论哪个派系 这属于核心竞争力 连中线理论都要排后面 不要和我说你是哪种永春拳 为什么永春拳的练习 是打一个坚固不动的牧人装 就是要让你用手去格挡化解偏开对方 核心技术都在摊绑福里面 把复杂的东西变得简单 为什么永春拳对练 就是练习吃手 而不是像散打那样 把大家拉开了打 因为永春拳怎么用因人而异 像两挺系就打得很是霸道 大开大合 拳打脚踢 虎虎生风 以弱胜强 是所有武功的原点 永春拳也是由女性 所发展出来的一种祭拳术 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永春拳为应对更快更强的场景 不断思考最终发展出中线理论 未经计之后 地线理论 其他人 webpage不错 bed 感谢观看